好,那這個齁是一到五啦齁,各位可以再,就是再把書,哎呦,好像是那個,Imprint Therapy 我覺得這一本是,很好的書啦,它不會像有的書就在講它怎麼質量,它是比較整,全面性考量 那第一章的的話,就是Page 1的時候,那它是說,它在做治療計畫,基本上看圖大概就可以了,對不起,這個地方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那它是說,大概它會把治療計畫分成簡單的或是複雜的,那所以如果是簡單的話,其實也有簡單一點或是複雜一點 但基本上就是你一看,就當下就知道要做什麼 那第二個的話是說,比較複雜的治療計畫,那它就需要去做更複雜的整理 譬如說它進去治療的步驟,可能是要做口腔外科 要做ANDO,要做OSO,要做臨時夾牙,要做Paris手術或是Implant手術 那最後再做正式夾牙,所以這個是比較複雜一點的治療計畫 那它在第二頁,它是講說,那它說有關於治療計畫的一些改變 這個每個人見解不一樣,但是它認為說,最早我們就是Anti-Slow Anti-Slow就是說,至少Ground-Rathe,至少這樣1比1,不適合就全部都拔掉 這個叫做Anti-Slow,那第二個就是有Idea的Treatment Planning 然後再來呢,90年代碰到植牙,開始慢慢的比較蓬勃發展 那我們就發展出比較完整的治療計畫 那最後的的話就是更Integrate treatment planning 那我一開始在看,想說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lanning跟Integrate treatment planning 到底差在哪裡,我也不知道,但它後面會去解釋 那在那個第四頁跟第六頁,它就去解釋 什麼叫做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lan 那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lan的話,就是說患者有臨床的條件 然後呢,你根據你的一些念的書,有實證的研究 或是基礎科學研究 那病人的話,整個全身的健康 然後我們就收集來變成我們的Dekadonic treatment plan 然後去想說,我需要誰幫忙 然後找這些人去問,可能有牽扯到歐手或什麼的 那再來的話,有沒有一些倫理還是法律的考量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這個東西 可能就是說,這些其他團隊的 他不只是根據你說的 他可能還要再幫你看看病人 他可不可以做矯正,可不可以做什麼 所以他是Informed concept 所以這個是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lan 那我們來看看是說 他說的叫Integrate treatment plan 到底查在哪裡 那差異的的話是說 他必須考慮個人的特質 他希望做到怎麼樣 還有說,他的那個希望是什麼 那再來他的經濟上是什麼 然後,臨床的那個judge的工作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過去是很多專科啦 那患者像人球一樣被踢來踢去 所以他覺得說中間需要有一個管理師 或是管理這個治療計劃的人 那去協同整個工作 所以他覺得是說 還需要organizing skill 去做這個部分 所以他覺得是說 加入患者的期望 那他的個人特質 還有就是說 團隊上要有整體的 考量或是溝通的那個人 對整個治療計劃 會是比較好 有點像我們在蓋房子一樣 好 那,integrate treatment plan的話 有幾個東西是很重要 第一,他必須做臨床的檢查 然後患者的診斷 以及危險因子 然後一開始 就是說,暫時性的一個治療計劃是什麼 比如說,要先拔牙 要先什麼 但是可能就是說 Causal的一個treatment plan 然後呢 你要去評估 說,經過可能 牙周的治療或什麼完之後 哪些牙齒能留 哪些牙齒不能留 然後做下來跟患者討論 然後就進入比較正式在做 例如 牙周手術啦 直牙啦 然後可能矯正啦 大概都是所謂corrected treatment plan 然後呢 我們再做下來評估說 差不多矯正也做完 有沒有哪個地方還要再加強 那你可能就會進入到 就是說 把這個部分再處理好 然後就會進入到 最後比較正式的夾牙 然後最後都做完之後 要maintain 所以我們要supported therapy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環的圈圈畫得很好 整個的順序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 在integrated diagnosis 我們大概需要哪些資料 第一是個人的期望 醫學的病史 牙科的病史 口外的檢查 口外的檢查 口外內的檢查 X光的檢查 亞洲的檢查 那功能性的檢查 比如說關節啊肌肉啊 這些叫功能性的檢查 由這一個 那你很多的資料進來 然後你要去做下來 就是說要diagnosis 去一些東西 這個大概是 他覺得說 這些資料才比較完整 那他就講了一個case 他說有一個患者來 一個37歲女性 那我們看到牙齒有點爆 有點飆 好 那 然後就是收集了這一些的資料 那病患者的全身健康 ASA Class 1 所以是一個很健康的患者 那 psychology的話 就是說 他 希望的話 他有一些分類 他覺得說 他就是有很強烈的需求 要去解決他的問題 那 social enemy state 就是說 他覺得他沒有經濟上的難度 也就是說 他有需求 然後又能夠配合 然後身體又好 那 所以他基本上是很ok的患者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這是口內的照片 然後呢 他有就是說 DMFT 就是有一些feeling 這一些東西 叫DMFT 所以可以知道說 患者的 biomechanical 好不好 然後 另外他psr的話 就是可以去看說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4啊 就是表示說 他的囊帶的深度 可能到6或多少 可能他有畫型號 就是說他有mobility之類的 ok 所以我們知道說 從這個的話 他說 患者DMFT的比例的話 有60% 所以他基本上 牙齒做過很多的事 或是有missing之類的 很多 他牙周也很不好 然後 是class4 clinity class4 好 TMJ沒有什麼問題 那他一開始的話 就先做infection control 先把患者初步的牙周健康 然後呢 就是 後來的charting 就說 他的perial probing的時候 是這樣子 那這是他牙周的狀況 那他呢 再更進一步 照了save 看看說他的profile怎麼樣 然後去量他的平均值 這是latero safe 然後呢 他也把這個模型 mounting 在機器上 然後去看說 喔 這個患者這樣子的話 不ok 那他先咬一個 他要的一個bine 去看到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他就進入第一個是 first quality control的step 好 那first quality control的step的話 那他先控制患者的刷牙 口腔衛生 好 那助牙沒有補 好 好 那這個患者的的話 他 soft tissue的一些profile com 好 軟命 他這裡沒有提很多 那好了之後呢 他覺得傷痕的牙齒 大概都留不住 喔 那他基本上 有把這些牙齒 再弄進來 再重排 告訴患者 我未來希望能夠做到這樣 不過我靠矯正治療 就要做到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咬河面上看起來 那因為這個牙齒留不下來 那他覺得很告訴患者說 可能你需要止牙 所以呢他就先做一個活動甲 他這個活動甲蠻有特色 他是用類似彈性床的技術在做 所以你看他後面有像一個class的勾住 他覺得患者這個地方比較 比較 爆一點 如果我在做一個flange 可能會更爆 所以他就不要 那下面也是彈性的勾勾 所以 患者對美觀也蠻在意的 然後呢 OK之後 他就先把牙齒拔掉 這個immedia denture就上去 先讓患者能癢 他患者就不會跟他comprime 所以他沒有去想什麼immedia loading 那都不重要 他先讓患者能癢 OK之後 他就把這個東西 複製成一個模型 去做一個治療計畫 所以 然後就去照CT 看他要怎麼做 那前面的地方他就沒有止癢 他主要是 左邊右邊各四肢 然後 他在治療的過程的時候 就可以讓患者 一直帶這一種denture 不急著馬上去loading 那他手術的時候 就把這些牙齒直完 然後準備做二階 然後用氧化告的八門 那全部做固定夾牙 所以他說他整個 做法上的的話 大概就這樣 那弄完之後 再去CHUTTING 患者的牙周 都還不錯喔 這個都還是臨時夾牙 這是臨時夾牙 然後呢 整個外觀也都不錯 所以這叫preversighted stage 然後最後再把 患者全部換成正式的夾牙 就是全齒觀這樣子 那好了之後呢 那 這是他再去把這些紀錄再做好 X光看起來怎麼樣 然後Panel看起來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很大的改變 這是 Safe 所以就是說 他就談說 這個Integrated Treatment Plan的話 他覺得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可能很多事情 越來越複雜 然後就是 爛下性質 跟患者溝通 不要急 那有一個暫時性的夾牙 讓他能吃能咬 那亞洲控制好 口腔衛生控制好 在準備後續的事情 所以就是他認為的Integrated Treatment Plan 這地方有沒有問題 這地方有沒有問題 那再來我們就看Systemic Factor 有些東西很難 我也沒有念那麼熟 那 各位講一下 那比較重要在37頁 ASA的分類的話 這樣就是說 D級就是身體都很健康 做什麼事都沒問題 那第二級 有一些Myosystemic Disease 比如說 可能 他這裡有一些Category 比如說 比較容易焦慮啦 60歲以上啊 懷孕啦 對於Medication有Large 那血壓 是140到159 或是140到160 算是中高 偏中間 然後 Controlled Epidepsy Asthma 然後就是說 Controlled Hyperthyroid 或是Hypocytroid 的 甲狀腺的問題 所以這叫Castro 那 基本上你只要注意一下 甚至要用Sedation 啊 治療不要太長 大概患者大概都可以配合你 那 再來的話 是ASA Clas-3 那就是有比較嚴重的Systemic Disease 那他的表格在這裡 就是說 有DM啊 需要用胰島素 然後 有Cyroid Disorder 然後 有MI 齁 然後就是 有MI過 然後 血壓160到 170左右 然後 有Astma啦 Angina啦 然後 可能會有 conjusted heart value 齁 然後有MC嘛 所以他說 這個叫做Castro 那基本上的話 就是說你在做之前 就要問他的醫生 Fanary patient 齁 然後呢就是說 嗯 要準備突發狀況 要背那些東西 然後就是說 欸 你做的手術 或是什麼這些東西 不要太複雜 齁 齁 那再來的話 可能 欸 治療計畫要依 根據患者 去做一點點的調整 之類的 那這次屬於Castro 那Castro 那Castro就很恐怖啦 齁 有 Unstable的Angina Pectories 然後最近就有MI過 然後有CVA 中風過 血壓可以到200 齁 那Arythmia Hard Value Uncontrolled Epilepsy 那基本上這個 我們大家就知道 可以不要做最好 齁 那都是 supported treatment 就是不要做得太複雜 所以就是說 這次42頁 他就會說說 這個一定要一再問 這是屬於超高風險 所以就是說 要只做緊急的治療就好 齁 所以就是 就是Class1到Class4 那大概 很明確的答案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是說 跟我們治療上 比較有關係的幾個 齁 譬如說 Sauberland Syndrome 患者在 破液腺或是淚腺 都比較容易乾燥 所以 這個對你治療上 可能你要去多 關心患者 好 可能再來患者 又有一些 Pakistan disease 就是實質症 之類的問題 好 那 另外的的話 是說 呃 47頁患者 有DM 有insurant therapy 有 glucose intolerance 有DM的一些問題 所以譬如說 他比較容易流血 耐受力比較差 大概都是他長期所帶來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 患者有經過 Hand negative radiosherapy 齁 那基本上是說 欸 你過6個月到12個月 你是不是提早做 就是做完 radiosherapy之後 就馬上做 硬盤 其實可能沒有影響 齁 就是 scientific data是說 沒有影響 那只是說 患者的期望 或者有些人希望 越過這個最危險期 再考慮做硬盤 所以他是 說Hand negative radiosherapy 是好 好 那再來 牙醫師都會很關心 Osteoporosis 那他是說 從科學上的數據 他跟你肢體的失敗 是沒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 就是看那個 胚層的構造的時候 其實兩個跟身體來源 是不一樣 所以他Osteoporosis 跟肢體的失敗 是沒有特定的關係 好 好 那 另外的的話是說 欸 欸 比如說 我們的患者 就是說 有使用抗癮學的藥物 可能會有影響 那比如說 患者一天的的話 就是說 他 就算他把那個藥都減量 好 那他也可以持續 7到10天左右 所以這個的話 對於 你要去做手術 會比較有影響 好 那 等一下的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 那他這裡就講說 blading time 的test 比如說1到6分鐘 好 我們來看一些比較特別的一些地方 就跟你不 這樣子念 就會很容易忘記 好 一個叫 數字 50頁叫 INR PTT 那 我們過去 我們先講 我們過去最常做的 INR 就是說 後來在1987年 定義出來 平均值1.0到1.5 數字越大 就越不好 那 PT的話 就是說 基本上是看 就是說 什麼時候會形成 fibrin clot 然後呢 當是說 stromboplastin 還有 clarcin加進去之後 他的 他的那個 變多少 那他是跟 患者的 extrinsic passway 比較有關係 所以他可能可以指引 我們是說 患者的腎功能 之類的 好不好 或者有沒有 服用一些 口服的一些抗癮劑 所以他覺得說 PT 跟extrinsic passway 是有關 那平均來講的話 是14.6 加減2 那由這個的時候 他們發現說 不同實驗室 做出來的數據 是不太準的 所以不同實驗數據 所做出來的的話 你很難去challenge說 數字高的意義是什麼 那所以呢 就發展 1987年就發展出 INR 那INR就是說 PT這個病人 除上這個實驗室 做他normal的patient 混的之後的血漿 你的PT 用一個比例值 來去計算 所以如果你的數字 越大 就越不好 所以我們只談PT 他容易受實驗室所影響 那你譬如說 你今天都在榮總服務 你看了這個數據 你都在榮總 看了十年二十年 但是這個數字 患者跟你講的意義到底 在哪裡 可是我隨便拿 任何一家 醫療院所的PT 可能就不見得是準 所以看INR 就是把這種 平均值 去看平均值之後 才會比較準 這個講得蠻清楚 我有時候都忘記 他有時候再看一次 就會再複習一次 好 那PTT 的話是 是說說 我們家的 Calcine 還有 Phospholipid 那他基本上 Phospholipid 是那個 Pareterate的一個產物 所以我們所看的的話 是看他的 Intrinsip pathway 或者患者有使用 服用比較 打一些比較 就是類似抗引劑 像 Comatin 這一種東西的時候 Sorry 是Heparin 的時候 他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他基本上是看 Intrinsip pathway 以前就有唸過 什麼 10 11 10 9 8 這些因子 所以他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是看 Intrinsip pathway 所以 你大概就先做個 小小的結論 PT是看Intrinsip pathway 有沒有服用口服的 抗引劑 Liver function好不好 那PTT的話 是看說 患者的話 他的Intrinsip pathway 然後有沒有打 Heparin 那PT的話 他的參考值比較少 容易因為實驗室有影響 所以我們通常要輔助看INR 那PTT的話 就還好 所以平均大概28到40秒 那PT的話 就是14.6秒左右 我覺得這個數字還不錯 各位可以看看 OK 好 所以他就跟你講說 53頁 如果你的INR的話 是小於2 還不錯 做什麼大概都OK 2到3 要小心喔 大於3 最好不要做 就是 初步的結論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54頁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在看的的話 就有幾個 好 那比如說 PT PTT 然後就是說 Platel measurement 所以我們就是要看幾個 第一個你的PT多少 PTT是多少 然後Platel有多少 然後Breading time有多少 好 比如說Breading time超過10分鐘 就不好 一般是1到6分鐘 就應該coagulation 好 所以要看四個數字 就是凝血上的 好 那這個各位可以再稍微再詳細看一下這個表 就是說 Intrinsic 或是Extrinsic 的Password OK 好 那再來是服用雙磷酸鹽 大家都會引用Mux的一些Study 那我們可以來看是說 57頁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說 超複雜的 有Pedroid disease Oceoporosis Abond Metatase 都可以去服用這一些 雙磷酸鹽的藥物 那比如說我們看 我比較熟的 比如說 有浮善鎂 那這是口服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Related Potency 它只有一千 那你看到就是說 比較重的藥 都是什麼 IV的 甚至它的相對的危險值 可以五千到一萬 所以患者如果只有吃 通常還好 如果他有IV push的話 還是一個比較高危險 好 所以可以再來先看這個 那再來的話是說 這有容易產生Bone Necrosis 所以他舉出的一些建議 Vox的建議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做手術之前 三個月內 可能就要停藥 好 然後的話是說 你要看那個 雪漿的 Caropeptide 這個地方的濃度是多少 大概基本上就是說 要比150多 然後的話是說 要請跟患者講得很難聽 讓他寫切結書 所以這個當然是 一些注意的地方 好 其他的的話 就是根據這個東西 再下去弄 所以 但基本上你要停 你要停三個月 不是一個禮拜 是停三個月 所以可能我們要問醫生 聽這個有沒有什麼 不好的事情 好 那這個C 這個雪漿的這個 測試的話 可能就 如果真的很重要 就要請患者再去測試 因為不是我們在診所可以做的事 嘿 好 那再來是Elarge 那Elarge的話 60頁 大概跟幾個 可能是局部的麻醉藥 Penicillin 或者是防安類的藥物 那或者是含有IOD 大概都是說 這一些可能的Elarge 然後另外的話 是說 作者跟我們講 年紀越大 通常服用的藥物越多 所以過敏的比例是更高 啊 年輕反而比較少一點 所以還是先提出這個東西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那個 61頁 血管收縮劑 有沒有影響 實驗上有點分歧 1比10萬 或是1比20萬 那比如說 我們來看說 那Table2-7 阿迪卡因就是我們一般用的那個 那個3M 那個白色的那個麻藥 阿迪卡因 1比10萬 或是1比20萬 那你可以看到說 0分鐘 10分鐘 其實血壓這一些上升 就是收縮壓 舒張壓 其實影響沒有很大 那 對我們來講 大概效果比較好 應該是1比10萬 那 就是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就是說我們用1比10萬 如果能夠控制患者一些心情 之類的因素 這些東西沒有想像通 影響那麼大 那作者是說 基本上啊 一次至少打3管 大概都不會有事 那我們以前都念書 書上說 最大計量是10管 那基本上一次打3管 也都還好 就可以稍微記住這個數字一下 好 那再來62頁 smoking 好那 AAP的分類是說 什麼叫重度煙癮 10煙 1隻10隻 抽20年 或是 1隻1天20隻 抽10年 啊 我記得就更單純 1010 1天10隻 抽超過10年 就叫重度煙癮 那有這個的話 當然啊 你也要講得很難聽 然後盡可能建議患者能夠戒嚴 如果你覺得你需要做很複雜的手術 這個東西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好 那另外的的話 就是說他有寫說抽煙的一些缺點 比如說凝血的機制啊 容易有問題 然後就是說 introphy也會有一些改變 對你傷口也不太好 對免疫也不太好 所以這個大概 我們大概都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 基本上他提供的數字就是這樣子 那另外這一本書 很好玩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堆什麼 三角形劑 有黃色綠色 那基本上你要去看的的時候 就是說 來看的的時候 那他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實證醫學來看 那你能夠做到Rentonize是比較好 就是說看到他後面的標籤 是屬於黃色 那大概是比較屬於Systemic Review 如果他是 紅色的標籤 代表他是專家的一件 或是一連串Carry Series 如果他是綠色 這太棒了 這篇的研究就有 RCT的 就非常的好 所以 很好玩 他每一篇他是什麼 他都會幫你做記號 不然你看了那麼多書 有時候都是專家的一件 也沒什麼用 所以這一個他寫的這樣子 OK 那再來是Stress的一些影響 那Stress會影響你的睡眠 還有患者的癒合也會比較差 所以他覺得說 這個對我們確實是會有一些影響 那Mental Health的話 作者就把患者的人格特質 分成Rational Demanding New Rotate or Indifferent 所以你可以去看患者的人格特質 把它分類 就是不要只是說 他是什麼好客奧客 對 所以這一張講的是 就是全身性的評估 有點枯燥 但是 看完之後就會 讓你再update一些 醫學上的知識 可以讓大家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再看那個 Local Factor Local Factor的話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的話 作者是在講77頁 那他說Libre的話 他有去分類說 你笑容笑起來的時候 好 那患者的話 是有沒有露出牙印 Class1 就是說 超過兩迷你的牙印 Class2 0到2 Class3比較少 Class4 就更沒有 連Ampressure都不是那麼清楚 那 78頁作者提供的數據 Class1 有 因為他是一個統計值 Class1是4.69 Class2 8.16 Class3是4.79 Class4 42.36 也就是說 大部分的患者其實是 就是說 0 或是 沒有 居多 所以說 有露出牙印的人 真的比較少 大概數據上 他並不是去 大部分都是看牙齒要露多少 比較漂亮 這一篇study 是在研究說 牙印要露多少 的比例值是多少 那 有了這個東西 就還是搭配 是說 患者的Acclusal Prine 還有Incylal Prine 多少 那你說患者會 笑不出來 你可以讓患者 去喝點水 或者發一些M的音 讓他的音比較清楚 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這個是 有關於牙印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80頁 我們要去看 Lower Lip 就是要去看 讓患者發F 或是V的音 然後去看 Incylal Prine Acclusal Prine 或是Gingiva Margin 那這個呢 就有一些 我們常用的一些 參考平面 第一個是 FH平面 那FH平面 第一個就是 從Porean 跟Orbit 這兩個 在連線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比較常用的 叫做Campus Line 那如果 Campus Line 的時候 它就會 會CP的話 就是 Campus Line 那 SN的話 就是 鼻翼旁邊 然後再跟 耳 耳珠 這個地方 然後去 就是 Nit Point of the Travers 然後去看 你的平面 Campus Line 大概有多少 比較適合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個 就是 患者的 口內的評估 那患者提供了一個 那個 Table 那你可以根據這個 Table去看 你做出來的 假癌或什麼 好不好 比如說 83頁 Discopapilla Gingiba Tissue High Gingiba Tissue Mophology Bone Contour Soft Tissue Contour Soft Tissue Texture 那得分越高 就代表是說 患者 或是你做完的 這個很棒 那得分越少 代表你做出來的 不是那麼好 所以桌子在這裡 就是我就不詳細 那麼 敘述那麼多 84頁的話 就是 比如說 就這一個 直牙做完 它是Score 2 所以它整個都做得很好 那另外的的話 84頁 Table 3-3 這一個患者 他做完之後 這個是直牙 這是自然牙 所以它是屬於Score 1 比較多 好 那再來的話 是說 Lateral Insider做完 看起來就不是很好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Score 1 所以你可以從一個評分的基準 像考試一樣 去看你到底做得好不好 所以這是有關於這個部分 好 那再來當然我們就Dentition 比如說你以前如果念過86頁 Magen或是Belser的Textbook 那你就可以從這一些12個點裡面去看說 它到底好不好 超複雜的 但是這是Magen和Belser 2002年寫的書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美學的一些評估 然後呢 要了解患者的一些期望 比如說你關不關心 你最關心的是什麼 然後呢 你覺得你的牙齒 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你覺得是說 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還有人就說你覺得你刷牙好不好 這是有關於美學的一些基準 所以這個是患者的一些評估 好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Infection還有Information的Risk Factor 好 那我們就要去看說 患者是Healthy Genivitis 或是Perotiditis 如果是Perotiditis 可能就要積極的去治療 甚至需不需要做手術之類的 好 所以這是牙周上 各位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好 那另外這一篇就是 的Table 3-5 就是說有沒有Infection的話 到底可不可以止牙 作者就是去列出了 就是Wedrope2010年 他做的鞋台面Review 他發現說 患者的牙齒有Infection 你要立即拔掉就止牙 基本上大部分Case都沒有什麼問題啦 好 可是的話 就是說 他也是講說 呃 別人做的研究沒有問題 不代表你做就是沒有問題 好 那你 假如說患者的心態上 或是傷口上 不足以就是說 Information 或是Infection 可以拔掉就止癢 也許你還是可以再觀察一下 但是他的那個 所看到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因為你可以很激進的 直接就做手術 那94頁的的話 就是Risk Factor 那再來就是Bond Density and Quality 那我們來看就是說 Lincon還有Zaub 他分類就是A B C D啦 那就是看裡面的那個 Morrow Bond 或是那個Trapecular 或是那個Cortical Bond 的比例有多少 那我們一般的的話 就是說Type 1 到4 那Type 1 就是說 基本上都是皮脂骨啦 那Type 4 基本上的話 都是海綿骨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很多患者 都是3跟4 比較多嘛 這個大家大概都知道 那再來Bond Quality and Density 好 那我們現在大概最好 還是去用CT 最好 你當然也可以用MRI 去看一些骨密度 這個都可以 那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來看98頁 那 假如Zia做的穩不穩 我們可以用幾種東西 一個是Perial Test 一個是RFA 去看子體的穩定度 到底是如何 所以 有用過的人 應該大概就曉得 好 那再來骨量 到底如何 那 骨量的的話 假如說 在吸收之後 很不好 比如說我們看101頁 兩邊的臉部是40或50 可是經過你的萎縮之後 可能看起來就50 所以 就是會有一些吸收 所造成的問題 那 102頁 萎縮之後造成的話 Synos變大 骨頭不夠 Mental Nerf 或是 的地方 就 會影響你脂壓 這大概是 脂壓最常見的兩個問題 好 那到底 骨量萎縮之後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基準 去幫他分類 那他講的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 103頁 Mental Nerf 那是Kerville 還有Hawel的分類 就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分類的話 我們能夠找到 就是Kerville 和Hawel 在Pasture Nerf 所做的一個分類 好 一直到第五值 那 再來的話 是說Kerville Hawel也在 Anterior Maniple 也有做分類 好 所以大概有的幾個分類 是這一個 好 那另外Kerville 和Hawel 他也有做後壓的分類 也就是說 假設你就原來的這一種 的 分析的話 你可以去得到 是說 患者在 上二前壓後壓 下二前壓後壓 是屬於 第幾級 那級數越大 就條件越長 就越難做 那另外呢 在 就是說 Hammer 還有John 的Classification 的話 他也有分類 Class1到Class5 那這個的話 就是 因為 可能 就是千亞美學 考量越來越多 所以他必須從分類裡面 可以告訴他的學生說 到了哪一個級數 就越不好做 所以 就是說 他說 他收集到的資料 大概有這些分類 可以去使用 那 作者呢 就把他自己的這個分類裡面 去做一點點改良 比如說 從原來Hawel 這一個的話 他就分 1到5 那在第二級的時候 他會把它分成 2A 2B 2C 看骨頭吸收一個分量 好 那再來 Casio Maxida的時候 Murley也去把它 再改過 所以他在 第三種的時候 這個骨量有多少 他把它分成是 3A 3B 3C 所以這個是 Persia Maxida 好 那 另外同時他也做了 就是說 Murley的 就是 Cowell Hallel 就是Persia Maxida的一個 分類 像第四的話 也有 4A 4B 4C 那 關於下二的牙齒 他把第二個 也分成2A 2B 2C 然後Persia Maxida的話 他是在3的話 把他多分 3A 3B 3C 這可能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還要回去原來的書本上的資料 再看一下 可能會更 準確一點 好 啊這個是 Persia Maxida 那 所以就是 4A 4B 4C 也就是說 他針對 兩個東西 會有兩個分類 前牙大概只有 一個 有分類而已 那 在後牙的話 就有3或4 都各有獨立的 次分類出來 那 夏二的後牙 他也有獨立的分類 就是3跟4都有 所以就是 可能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他後面就有附那個 標格 就是說 如果你是有買他原文書的的話 他後面就有那一些表格的分類 就可以拿來參考一下 那他後面會去講到他如何去應用他這些東西 這個是有關於 Local Factor 要考量的事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第四章的話 就是Integrate Diagnosis 剛剛把所有資料 試著去串在一起 那他會跟我們一步一步講 在121頁的時候 就是 我們剛剛就有講說 個人的特質 Medical History Dental History 口外的檢查 口內的檢查 X光 然後亞洲 功能性檢查 大概你需要這些資料 才足以去了解 患者到底什麼的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就是他們 就是 醫院裡面 有關於患者的一些表格 那 Medical History 會讓患者去 Charting 做患者 大概是什麼 然後由這一個的話 就變成說 他的ADA Status 到底是屬於什麼 或者跟Junk Coist 一樣 就是 OK的 或是不OK的患者 所以 Medical History 那Dental History 的話也是 就是說 會去做一些問卷上 去了解患者的問題 比如說有沒有TNJ 有沒有Headache 有沒有什麼什麼事 然後再來會做照相的評估 那作者的話 他說他的照相的評估 126頁的地方 Smiling 或是側面 他總共是有 他總共造了起掌 然後再加微笑 所以他的規格化 就是這樣子 那這是孔內 那他會多做檢查 就是Overture 或歪拜 是多少 所以他照相的Project 大概是這樣子 再加上搖河面 所以就是說 這個患者 他照口內是用6張 就是5張 再加1張 側面 那 口外的話 他就是說 8張 然後再加上 就是說 就是微笑 局部微笑的地方 所以他是用8張 這是這個患者的 就是這個醫生的一個 Flasmic 是這樣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是說 口外的檢查 那 口外的檢查的時候 就是130頁 那我們要去看說 他的Lip的比例 就是比較偏矯正那樣 是一種 美學上的一個評估 他就是 美學上的標格 那如果需要 也可以多照Safe 然後去看說 他的臉型是怎麼樣 那口內的檢查呢 就是 包括是說 這個牙齒呢 就是有沒有一些磨損 他都可以去做記錄 不過 你記錄這麼多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不過因為他要寫書 所以他如果寫得不完整 會變成小 所以他一定要 做得很紮實 那DMFT的話 的比例是多少 還有PSR 那等一下他那裡會講PSR 那另外還有S光 S光他後面也會在講 那牙周的檢查的時候 那PSR叫做Parisinal Screening and Recording 什麼時候要用PSR 他說 有時候剛來的患者 你也不可能說 每一次就去chatting 因為這太累了 所以PSR的話 就是用一種小探針 他是那種WHO的探針 前面有一個0.5個頭 那分別有兩段帶狀的 那如果說 第一個帶狀是那個3.5 然後 第二個是5.5 所以 那他就去看 那Code是1 2 3 4 如果是Code是4 就表現很差 就是第二節都完全沒進去 叫第二節 那譬如說像 Close3的話 就是3.5到5.5之間 那Close2的話 大概就是3.5以下 那Close1的話 是幾乎都沒有什麼 所以 如果你像你chatting的的話 他是分六個向線來chatting 那135頁 所以他就會 比如說舉這個例子 那從 101 212 大概去知道 患者的亞洲 好不好 那他是說 有些地方會加一些 新 新興的一些 備註的話 那就是說 患者可能是 有vocation 有missing 有什麼 那這個是假備註 那你就 不管你沒有用PSR 他可以趁這個 稍微 做一些review 的一些東西 OK 那再來更紮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幫患者 照 口內口外的片子 然後亞洲的檢查 那每個人的做法 不一樣 比如說台灣的話 可能是18張 那在國外的話 就是說 有時候他們會發現說 照K9 或是側門亞這個地方 常會變形 所以呢 你看到說 他們前亞這個地方 是照4張 那夏二的前亞也照4張 但這個地方就比較沒有buy win 那我們接受的訓練 就是說 是要有buy win 那像日本的話 就是10張 他10張的話 他希望你照後面這個1張 可以把Primora Mona全部都照到 所以日本的規格法是10張 但是 沒有想 因為 你要照100張也可以 只是說 你得去看說 有沒有那麼多時間 好 那在日本還有口香味 是幫你照 可是在台灣你相信助理照的嗎 不要講他有沒有license 他照的能看嗎 能看嗎 對啊 能看嗎 不行嘛 你自己照都不見得照的好 我們就事論事 所以就是說 夠就好了 這個比較重要 好 那再來就是Gingiva的一些診斷 還有Nucosa的一些analysis 那功能性 就越來越複雜了 功能性的的話 是說 你要去看說 有沒有COCR Discrimination tmj好不好 張開閉口 會不會騙 所以 基本上他是寫教科書 有在學校教書 他就一定要這樣子 那你要省略多少 那是 個人的那個 但是他寫教科書 就是不能去省略這些東西 好 那由這一些的的時候呢 會去看 做一些診斷 牙齒的診斷 handle的risk parry的risk 然後bone level 有多少 由這一些東西去看 那他在parry的時候 他講的幾個數字 是我們可以參考 就是bleeding the skull bleeding the skull的話 你看喔 他很嚴謹喔 就是說 基本上小於死的時候 是比較低危險 那 死到20 是中度危險 超過20 就高度危險 可是他是以 全口那個比例 所以你看他們是 控制到患者的牙齒 根本就是 戳下去都不會流血的 他的標準訓練到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由這一個 把剛剛的圖表 綜合起來 143頁 那我們就可以把他的危險因子 分成 low medium high 那結合了個人的因素 然後 醫學的因子 smoking 這些點點點點點 然後去做一個整體性的評估 那 你會說這個很煩 可是以前我們在 我在融種的時候 就是說 我最怕 被排到 combined coverage 就是combined coverage 那個case很大 然後呢 第一 你碰到幾個問題 學長 學姐 要不要給你資料 你可以模仿他 去把那個powerpoint 做出來 我到底 S官要造幾張 要不要做chatting 他的分類是什麼 就這些就把你搞死了 第二個 我到底怎麼知道 那個牙齒 好不好 留不留得下來 也不知道 只知道幾個大佬 隔空交火 最後 最後討論完 沒有結論 我想你inten也參加過吧 我說沒有錯嘛 所以他寫這一本書 的這一種 是說 你至少有一個formal的格式 照這個東西把它跑下來 那可以得到 可能的方案 會朝什麼跑 不要隨便拿著兩個模型 問主治理師說 你覺得這怎麼做比較好 沒有人知道啊 通常combine conference 我印象的經驗 就是說 十個case 有八個討論完都不會做 因為最後發現病人沒有錢 然後呢 只是在診斷開心 對 對 又有什麼意義啊 嘿 好 那145頁 這就比較簡單 我們就講比較簡單 就是說 treatment plan 那當然我們現在有CBCT 所以就比以前來得好 但是作者是說 就是as low as reasonable as achievable 就是不要動不動就是照CT 就是說你需要才去用這些工具 因為這都是輻射劑量的一個 補色 然後的話是說 你要減少輻射劑量 有一個148 他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vm area 比如說 你要照endor 你就選五乘五就好了 那你要照下二 那你就集中照下二就好 你要照上二就照上二 不要動不動都開 最大片幅 那換成鋪色的輻射劑量 就會比較高一點 OK 那另外的的話 152頁就 比較簡單 就是說我們可以從CT 去 正面側面 軸面 去看 我們要的一些問題是什麼 這個 這個我就沒有去講很多 那另外的的話 156頁 我們也可以從CT 那一般 就是說 最早的的話 House Fill的話 那大家 他做的是採用Miche的分類 把它分成D1到D5 所以你可以採用這些數字去看 那到底是多少 的 骨頭的那個 那個 困難體到底是怎麼樣 那另外的話 他在講一些現在科技的一些進步 Computer Assisted Implant Placement Therapy 那 譬如說他是以Posera為例 那 把Denture拿下來 這是患者的那個 的Ridge 然後呢 我們再把Denture放上去 然後去看說 不同的企業面 我要止癌 好不好做 碰到什麼問題 對 他是運用 Posera做該Surger 那OK之後 然後就幾支 該Pin 放在那裡 就是 就準備可以輸出 去做後續的手術 所以他覺得可以從CT 再做該Surger 對他來講 大概會是比較理想一點點的 所以上二下二 大概都是這樣子 應該對 各位醫師 這個都不是很難 那另外的話 他也是說 他用的第二套軟體 是Simple 所以他用Simple的話 也一樣可以做這個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說 他一百七十二頁 其實做的東西 其實差不多 那以這個Case的話 他在做的話 這大概是 比如說他可以設定 是Bone Supported 的Search for Guide 那這一個是設計 Bone Supported 所以他有Denture在那裡 是為了知道 植牙要放哪裡 然後這個地方 就做 Bone Supported Search for Guide 那包括下二的的話 也是一樣 雖然是台灣的話 比較偏 就是沒有Posa Supported 的Search for Guide 那Simple是直接可以做到 那個 Bone Supported 的Search for Guide 好 OK 這大概是一些 我們把這些東西 配合上我們的診斷 可以得到的東西 這裡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那再來是 第五章 Presurgical Preparation 就是手術上要做哪些 準備的工作 那 有幾個重點 我們就講 依舊很多嘛 所以我們要設計 同意書給患者簽 有簽都不一定會沒事 那沒簽 絕對會有事 所以就是要設計 同意書給患者簽 第二個的話是說 既然要手術 所以 無菌的控制 或者是 那個 你看人家五支二 有三台消毒鍋在消 所以 很重要 然後 基本上消毒的話 它 是屬於就是說 油髒的往乾淨 不要回頭 不要髒的跟乾淨搞在一起 然後你看說 它這一個的話 會有點像 台灣的廚房 還有放棕吧 可以在中間的地方做一些工作 那 一百九十頁就是一些消毒上的流程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概講一下 第一 就像洗碗嘛 要先把髒的先 Decadamination 然後再來 Craning 然後Rinsing Drying 然後你要看一下 做一些Maintain 保養 尤其像High Speed Low Speed 好 那再來就 Package 打包 然後消毒 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不是只有消毒 因為它消起最多一個月 好 所以最好的的話 你要買標籤機把它打下去 好 所以現在有很多廠商在賣標籤機 啊 當然 如果比較沒錢 至少蓋個印章 只是蓋印章有缺點 有時候消碗會糊掉 好 所以比較高檔 你應該買標籤機 好 然後Storage的話 基本上它也是跟你講 你看到標籤超過一個月 沒有第二句話再拿一句消 好 那 所以可以作為一個複習 好 好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欸 就是 就是要準備一些器械啦 讓我們看195頁 所以作者他們的診所是比較像 標準的開刀房的東西 並且是躺平的 好 然後就是有很多的table 可以去用 還有手術燈 好 好 另外的的話 197頁 作者是把它常用的工具 把它放在這裡 不過看起來它的工具 好像都是Stoma的 齁 都是用Stoma的工具 為主 它有一些是照相 所以手術當然也會做一些照相 還有拉工 各位可以稍微再 對照一下 那當然手術室也會需要有恢復啦 或是清潔這些東西 所以它又講它Surgical room的一些安排 所以不是只有手術室這樣子 OK 好 那另外199頁齁 那就講Cundra Station 我沒有特別在做啦 所以我不是那麼的熟 那作者的話 假如各位要了解 可以在自己再看202頁 那就是說它常用的一些藥物 就是說 基本上很快的導入的話 患者就昏迷了 會比較好 但是也要容易醒來 好 它醒不來就 就不好了 對 好 那術後的的話就是說 它有講說它一些常用的藥 然後 那沒有過敏的 有過敏的 然後 Oral Rinse 然後Personal Gel 然後抗發炎的藥物 就像類固醇之類的 然後NSAT的止痛的藥物 然後腸胃保護 差不多有這一些東西 這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藥物有沒有過門這一些 好 好 那另外的的話 是說 204頁 就是說 使用藥物的 比如說 Minimal Invasive 或是Moderate Invasive 或是Invasive Procedure 可能你給的藥物 天數就要更多 藥物更強 那第二個的話是說 術後的 instruction 可能有痛啊 流血啊 腫啊 抽菸啊 食物啊 要注意的地方 差不多是這一些 齁 然後 那他也提了一個 供 一個就是說 Implant Chart and Passport 齁 那他分成Stage 1 Stage 2 還有Porsetic Stage 很完整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 208頁 Stage 1的時候 他在一打開來 就會把病人的分類先做好 先Charting好 那Inflabone Horizontal Vertical Combination 先去紀錄 齁 然後呢 Implant Passport的話 它就是說 患者 做的質體 是用什麼品牌 用什麼的 他會在這個地方做紀錄 所以一個 每一個病人都有一個Chart 齁 齁 齁 OK 啊所以他就會給患者一個護照 質疑護照 就是說你是做什麼 齁 那 可能比較有公信力啦 Implant Passport 齁 那再來Stage 2的時候 那 呃 做了什麼程序 你要把它紀錄下來 或甚至用的耳拔門是什麼 也把它紀錄 所以就是患者 就是 這個 醫生Murley的話 他所做的一些紀錄上的工作 那 212頁 你可能要用那個 Parse Oximeter 或是血壓劑去量 監測 患者在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一些的改變是什麼 尤其你碰到是 ASA Class 3的Patient 要特別的注意這些東西 好 那 這一張的話 到第五張 是有關於 就是 Presental Diagnosis 的 那 一張 就 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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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